很多人说,肖战是流量明星,这点我承认,但我想说,他不仅仅是一个流量明星,他是一个有沉浸式演技感动观众的好演员,他是一个对音乐有梦想热爱唱歌的歌手,他是一个品牌方都想签,但不一定能签到的品牌代言人,他还是一个投身公益事业的公益者。 作为演员肖战,他主演的陈情令带领国风走向世界,在国内播放平台上高达98.5亿播放量,在韩国、泰国都引起热播,好剧自己会说话,观众的演眼睛也是雪亮的。 肖战把前期未无限的明朗少年,天真活泼演的活灵活现,到后面的哭泣,师姐的惨死,不夜天绝望地跳崖,简直撕心裂肺,破碎感十足,我本人到现在都无法现场看。 但通过专业人士的评价,观众的反馈就知道,话剧演员肖战努力与优秀。 王可然艺术总监评价肖战说,肖战很聪明也很刻苦,天生自带表达能量,如果是其他人的话,我还是有一点担忧。 但对于肖战我一点也不担心,他一直保持着清醒的头脑,没有被外界的种种而诱惑,他的个人单曲光点销量超5000万张,参加活动的每一次舞台都让人惊喜,每一次选歌直击内心,网友还调侃说,肖战果然不忘自己的歌手身份,每演一部戏都奖励自己唱一首主题曲。 如陈情令的曲进陈情无稽斗罗大陆的策马正少年庆余年的余年电影《朱仙的问少年》,还唱了很多公益歌曲,如最近的杭州亚瑟运会倒计时一周年活动现场唱的《我们都将奔赴美好未来》,还有为冬奥会助力唱《冬梦之约》等,他是热爱唱歌的歌手肖战,公益肖战肖战带领粉丝成立公益项目组,并亲自设计了公益山及logo,肖战也成为2020年杭州亚运会公益元梦大使。 近期由小飞侠们一起参与了30成圆梦公益圆满首成,肖战还亲自参加了公益助农等公益活动,以爱为名,以梦为马,以光相伴,以意前行。